對 事實上這個魯拉他做過兩任巴西總統 那中間他下來的那段時間 他突然有一個案子 就被涉入一個貪污案 就還被這個鋼鐺入獄了一段時間 那後來放出來 放出來以後他又決定再重新回到政壇 那麼他參與選舉跟這個波索納諾 波索納諾是所謂的美國的巴西的川普 非常的親美 事實上他兩個月前巴西有一個暴動 在首都一個暴動 聽說跟他有關 那麼他就跑到美國 說身體不舒服在那邊看病 現在可能還沒回巴西 所以就是說其實美國對巴西 非常重視跟巴西關係 不過我覺得美國對巴西的重視是 第一個他不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尤其不能擁抱共產主義 這是美國絕對不容許在美洲 跟這個大陸裡面有任何的社會主義的政權 波索納諾是一個社會主義 他是屬於巴西的左派 因為巴西這個國家基本上資源非常非常的豐富 工業條件也非常好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他的財庫分配非常不平均 所以社會就有很大的一種動盪的因素在裡面 那社會主義在巴西它有發展的一個空間 可是美國是反社會主義的 尤其都認為這跟這個共產主義有關 所以像波索納諾他做了八年總統 其實那個時候他是蠻有作為的 他有很多不僅是巴西內部改革的主張 對於國際社會他有很多這些很積極的作為 當時的金磚五國他也是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推動的成員 所以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他的左派政權後來下來以後 美國就等於說協助了波索納諾 這樣子一個非常親西方的一個政權 那麼也讓波索納諾嘗一下這個牢獄之災 放出來放出來他又回來了 未來現在他基本上以他過去的作為 他對中國大陸就是比較友善的 他不跟美國的政策走的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認為 以一個社會主義的一個傳統的一個國家來講 那麼像中國大陸目前的方法發展 很可能是像巴西這樣子的大國可以學習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這次帶去了一百多個各方面公司部門的領袖 感覺有一點像是去取經 而且是去看上海這個中國大陸發展 當總統的時候他第二次訪問中國大陸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巴西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到了2021年各位 中國大陸跟巴西的貿易額 十億美金是多少時間就達成了 三天 因為在去年已經達到了將近兩千億美金了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其實對整個拉丁美洲 這個中國在這個地方的貿易 然後呢 接的是一帶一路的這個投資跟基礎建設 這一次魯拉帶的六個部長他會簽署這個一帶一路 你知道是第幾個國家跟中國大陸簽署一帶一路的 雙邊的備忘錄嗎 第152個國家 而在整個南美大概除了巴西以及我們的邦交國 巴德阿龜之外就剩下哥倫比亞 還沒有簽一帶一路 所以貿易再加上基礎建設 其實幫助了整個巴西 整個南美包含中美 擺脫了兩百年 各位兩百年什麼東西 1823年美國的James Monroe宣布的門羅主義 也就是中南美洲是不允許這些殖民國家再來殖民的 其實換句話說就是美國的後院 美國的禁卵 可是這兩百年來 美國人怎麼對待他的後院 他不是去種花種樹 他是去種咖啡種水果 你不照他的這個想法去做 他就幫你更換政權 所以呢 經濟作物是以美國的經濟的結構 跟他的經濟的需求為主軸 而不去顧及到整個中南美洲 他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提供相關的這個協助 然後呢 就形成嚴重的貧富不均 因為巴西跟中南美洲的人都很樂天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過了兩百年 可是你就看到他政府 也不斷的這種更替 因為魯拉你知道嗎 他今年上來之後發了一個紅怨 他說能夠希望能夠讓所有巴西的人都吃飽 這是他的紅怨 你知道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中南美洲離我們好遠 對不起 那是美國刻意的孤立的情況之下離我們遠離世界遠 而也越來他的發展程度越差 現在他找到了一個新的出口 魯拉主義會不會出來 也就是不再跟隨你美國的門羅主義 不再受限於門羅主義 而是魯拉主義要向全世界 尤其是向主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去建立平等的貿易跟相互的關係 我們等待他的這個結果應該會不遜色於中法馬克宏所帶走的這個結果 我想其實法國第一個他這個是戴高德主義的這個精髓 其實就是馬克宏現在的主張 第一個歐洲要戰略自主 歐洲不做任何大國的附庸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講 因為俄乌戰爭已經把歐洲發展戰略自主最主要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機制 歐盟 把它幾乎打趴了 那麼最影響歐洲戰略自主的北約呢 現在變成說在這個操控所有的歐洲國家 美國透過北約操控所有歐洲國家 所以其實馬克宏與其說他是在這個主張一向新的主張 而不如說他在保有歐洲過去幾十年在歐盟的努力之下 歐洲逐步走出美國控制 逐步走向這個好獨立自主的這樣子的一個機制歐盟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有極強的危機感 因為如果他再不做這樣的主張的話 歐盟幾十年的努力很可能就會被這次俄乌戰爭 集體完全在美國的完美的策劃下把它完全葬送掉 那因為戰略自主另外一方面它還有另外一個等於同意制 就是多極化的國際權力結構 那如果世界走上一個霸權 其他都是要依附在霸權之下的話 這種國際秩序法國是不同意的 法國因為他也說了歐洲要成為世界的第三大強權 第三級 所以這個也是符合歐洲的意願 所以馬克宏事實上我覺得他是藉著這次去中國大陸訪問 把他過去的很多想法 藉著這個特殊的時機 把他很明確的表達出來 當然美國很快就偵測到馬克宏的意圖跟他的影響力 現在美國正在發動他所有的輿論機器 在對馬克宏進行圍剿 圍剿的非常厲害 可是看起來大部分都是安格魯薩克遜的國家 那他是英文的媒體比較多 其他澳洲國家跟進的不多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馬克宏事實上他有他的底氣存在 那所以不過就是說這個西方國家如果對壘起來 那是不太容易很快妥協的 那美國對於馬克宏的這種所謂的他這種圍剿才剛開始 那麼還只是停留在言論階段 接下來會有很多物質方面的一些表現我認為 所以這一場美國領導的一個反法的聯盟 可能很快就要集結起來 可是馬克宏你也不要小看他 他也可以算是歐洲的一個小巨人 他也知道第一個法國老百姓 你越打他的話他們會越集結在馬克宏的身邊 另外一方歐洲有很多反美的力量 也希望走歐洲自主的力量 這些就是歐洲派的 也會在美國的集中打擊馬克宏的過程中向馬克宏集結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不管怎麼樣 馬克宏是知道後果也知道可能會遭遇到 美國怎麼樣的一個反應的情況之下 還是把他的主張很明確表達出來 那麼也彰顯了法國未來勢必要在國際政治上扮演 比他目前更重要更有影響力的角色 我念一下馬克宏在11號在荷蘭發表的演講 你知道荷蘭是比較親美的 但他發表演講他說 歐洲應該保持開放 同時維護歐洲的經濟主權 只有這樣才能自主選擇合作夥伴 把命運掌握在歐洲人自己的手中 自主獨立對於歐洲非常重要 歐洲應該保持自己的發展模式 而不能依賴從屬於其他國家 各位我們台灣的媒體都在說 你們為什麼跑到北京來 展現了這麼迎合中國 統統搞錯了 他其實是藉由這一次的訪問中國 取得了這些成果之後 他要展現的其實是歐洲要自主 是對美國的不滿 以及尋求歐洲的戰略和經濟的自主 四個國家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還有西班牙 西班牙的總理才去過北京 那消知德國的總理也在去年去過北京 義大利的總理本來說上來之後要斷掉一帶一路 現在沒有任何動靜 所以我覺得這四個國家一直過去 是歐洲整合歐盟的主導國家 但因為現在俄乌戰爭 所以從東歐到北歐到巴爾幹半島這個國家 因為安全上的威脅 所以他們一直依附的 希望美國的軍力能夠維持這樣子的介入 所以當然就對這些言論不同意 可是你看它裡面產生的經濟能源 然後安全跟整個外交的自主性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美國把整個歐洲國家都打壓下去了 所以這是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馬克宏他都願意用憲法的條例 去直接把退休年齡從62提高到64 那個抗議的人其實是針對這個事情 對 他很有guts 他很有他的這個組件 但他不是單純的所謂戴高樂上升 戴高樂復活 我覺得代表的是整個西歐這幾個大國的 這種共同的意志 也就是他們希望說 不再做美國的這個附庸 因為美國在連續幾個案件當中 太美國優先 太保護主義 根本沒有再顧到盟邦的利益 對 有些盟邦不得不跟隨你 因為他們有安全上的這個問題 波蘭 這個或者是這個捷克 那甚至包含日本 可是法國德國不是一樣 對不對 但德國講不出話來 因為德國美國駐軍有將近三萬人 兩百個基地 只有法國 沒有一個美國的駐軍 又有這樣子的一個戴高樂主義的傳統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講這個話 其實重點不是中法關係 只不過是中法關係 剛好作為他援引支撐 他覺得可以做一個經濟自主的 這樣一個資助 同時是有重大的利益跟商業利益的 但是他的重點是要把 歐洲跟美國的關係 要再做釐清 要尋求更強的自主 有一點他談到就是對台灣 法國反對加速台海危機 這什麼意思 這表示台海危機在加速中 而且是被加速 被誰 就美中台 尤其我們台灣這邊的蔡政府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法國人就看得很清楚 台海危機其實可以穩定的 我們在台 這個協會 他發表的這個聲明今天 他說希望兩岸的問題 是要和平處理 和平解決的 也就是說不要發生危機 這是馬克宏講的重點 這個兩個幾個軍事會提 就是說這邊提到就是說 發艦通過台灣海峽 這個貼近大陸內壁撤航行 那麼軍方擔憂影響 我們的幻象戰機升級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一點 另外還有一點 在這個習近平訪問 中國大陸的時候 訪問完了雙方通過了一個聯合聲明 一個51點 那麼其中有一點特別提到 你說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 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以後 雙方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一個51點 裡面有一點說 法國的海軍 要跟中國大陸的南部戰區 保持聯繫跟溝通 就有關在太平洋 就是說太平洋水域的一些事物 保持溝通 那這個部分 比這個貼近台灣海峽更這個 也就是說 法國的海軍要跟中國南部戰區的 中國大陸南部戰區的海域 保持溝通聯繫 這個是一個軍事上的一種互動的一個 很明確的訊號 所以我想就是說我們這邊只講了說 這個法國的通過台灣海峽貼大陸航行 其實要跟這個聯合聲明這個內容比 那真的還是非常輕微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如此呢 因為這一次馬克宏訪問 跟中國大陸談的合作都是非常多的 那一共51項 那為什麼會跟中國大陸在這個太平洋方面做合作呢 因為法國在太平洋 尤其在南太 有它的所謂的海外屬地 就是我們都很清楚的大西地 大西地有法國的海外屬地 所以法國的法軍長期要經過 要從歐洲一路 從這個非洲好望角一路下來經過這個印度洋 有的時候會經過這個所謂的蘇伊士運河 所以法國很重視它在大西地的這個 屬地的這些軍事上的事務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它是跟中國大陸做合作 做溝通合作協調 所以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必須 因為外面不再談 沒有仔細看那個51點聲明裡面 談到特別一點 那跟我們台灣是有關的 我們台灣也是屬於在太平洋方面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這一次 李米茲號本來在比較靠近台灣的水域 在東北部水域 可是大概4月8號開始 4月9號中國大陸的圍島軍演開始 山東號開始進入它現在的位置以後 開始在這個地方之間 美國的李米茲號就折返往北走 跟上一次這個林肯號 林肯號 林肯還是雷根 應該是雷根號 雷根號一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呢 我想幾個原因 因為這個軍演的時候 如果美國的航母戰鬥局在旁邊的話 那會釋放出一種訊息 就是美國對這樣子的一個軍演表示關切 那麼甚至有一點軍事威脅的意思在 那顯然美國在軍事上 不想做任何有關這樣子的訊息的釋放 他不希望說我軍事上有所關切 甚至說我軍事上來怎麼樣 來監督甚至來壓制 這場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圍島軍演 所以他離開是為了避這個嫌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武器系統裡面 所謂的艦對艦的導彈裡面 最近去年才公布一款武器叫英極21 射程2100公里 1500公里 然後是屬於超高音速飛彈 美方目前無法攔截 那麼如果一枚飛彈可能集成一艘航空母艦的話 上面就是5000條人命 所以在武力上沒有辦法完全攔截 阻擋中國大陸可能的進攻的話 他基本上是要跟中國大陸的這種大型的艦隊保持距離 軍演很簡單 尼米之號其實在演習開始的時候離開 這是一個戰術上為了避免雙方的這種誤會 或者可能進一步的摩擦 但是他同時出現在就是這個演習前 在台灣的東南海域 我覺得就代表美國跟中國大陸兩艘航空母艦 美國已經在台海的議題 台灣安全議題上對峙了 很清楚 只不過是因為在真的展開演習的時候 他把它拉開距離而已 避免誤會 回到這個東西 各位 你現在才知道兩岸的貿易是不對等的 我們禁止了很多中國大陸進口的這些產品的項目 現在中國大陸的食品、化工、紡織三大工會 要向中國的商務部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也就是要去調查為什麼我們開放給台灣的商品進來 為什麼台灣不讓我們的商品賣到台灣去 總共有2455 各位 這叫做貿易壁壘 貿易障礙 Trade Barrier 什麼Barrier Barrier是誰設的 是我們台灣設的 你知道去年兩岸的貿易是多少 我們大概賣到大陸去的是2380億 這是大陸海關的資料 我們買它只有815億 所以我們去年享有大概是1565億的貿易順差 我們賺大陸1565億錢 那我們去年整年台灣對外的貿易是多少呢 是4795億 所以整個兩岸的貿易占我們對外貿易49% 我想如果用財政部的資料大概是42% 兩邊會有差距是對於貿易的認定的差距 那是正常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是享有順差 各位 日本韓國在去年開始跟中國貿易已經進入到逆差的關係了 對 那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中國大陸需要日本韓國過去的這些東西已經越來越少 因為它自己技術自主了 反而日本韓國需要大陸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現在兩岸因為告訴我們 這個是我們過去2455禁止它進口 但這個什麼意思 他說現在展開調查 這個調查在今天4月12號展開調查 調查應該在10月12號前結束 或者是重點來了 最晚可以延到2024年的1月12號 對 1月12號是什麼的前一天 是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因為13號是投票日 這個訊息也很清楚 這個訊息也很清楚 如果這樣子它做調查 你要開始展開台判 我們自己是不是要把這些障礙給拿掉 讓大陸的東西可以賣到台灣來 如果你不這麼做 兩岸還是持續的對立 到了選舉的時候 或選舉結束之後 它可能就會反制裁 因為我們等於是在做障礙 它就會反制裁 但實際上你可以把它解讀 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經濟的制裁 但這個經濟的制裁 也可以說是我們自找的 也可以說是在長久的 這個兩岸的貿易的這種不對等 不對等就是它一直在浪力 我們一直在這個自我保護 然後我們一直希望 它能夠在這個早收清單 雖然談了十年的ECFA都不行 照國際貿易的這個規定 談了十年都談不到FTA 談不到談不成ECFA 你應該就把這個早收清單給收掉了 但是台灣這邊一直認為 大陸應該要讓我們立 所以你在講兩岸之間的貿易的對等 其實台灣是享有各種的浪力跟不對等 跟自我保護的貿易障礙 現在大陸出手了 也就是說這2455項這個項目 如果你不降關稅 你不開放我們的進口 然後卡可能就會採取一些反制裁的措施 這個在國際貿易上經常見的 但是各位 這當然跟兩岸關係有關 在這個軍演結束之後 它只是個軍事演習 跟上次8月份完全不一樣 可是這一次一個可能的貿易反制裁 但其實是對我們有制裁之痛的這種動作 就會在年底甚至明年總統大選結束 這當然跟總統大選關係這麼密切 也有它兩岸跟政治上的意涵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自我警惕 你要選擇怎麼樣的道路 我覺得外交工作要很細膩 很貼心 這樣的話會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會使彼此之間的合作的可能性 就更加的擴大 我們看到馬克宏這一次到中山大學去演說的時候 受到學生的熱烈的歡迎 相對來講 他在法國的本土 對於他的年改 年金改革 碰到了這麼大的衝突 我覺得這種衝擊應該是蠻大的 所以外交在這個部分裡面 大陸確實是成熟而穩健 巴西這一次到上海去第一站 其實真的有意義的 您看到了他的革命的老伙伴 因為前任的巴西的總統 革命的老伙伴 去接金磚五國的銀行的行長 然後就是就職 由巴西的總統在旁邊做見證 這個感覺就是說老伙伴 他們要開始担負起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責任 為什麼 因為巴西如果未來要大發展的話 它還是需要 向金磚五國這邊來借款貸款 來去幫助他的融資這個部分 那當然他也可以透過 跟中國大陸的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可是如果有一個銀行 那麼給他融資這個部分裡面的話 對於巴西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更何況他的老伙伴 現在接這個行的行長 還有就是上海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來 上海的城市一體化的建設 真的是很成功 這個城市的規模建設速度之快 我們台北真的是已經落後掉隊很多了 台灣真的應該要加緊 魯拉去看我覺得有意義的 魯拉也會去看一下 那如何能夠讓巴西的首都 也能夠脫胎換骨 而且魯拉這次已經下定決心 他要參加一帶一路 要參加一帶一路 他邀請習近平到巴西去訪問 就是希望能夠在一帶一路 這個地方能夠排版定案 所以他也看一下上海的枢紐點 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科技的合作也置不在話下了 巴西兩億多人口 他的航太工業是很發達的 他的這個生化科技 事實上是很發達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地方 跟中國大陸的合作 所以中國大陸對於 這次巴西的這種小型的客機 下訂單 這個對於魯拉來講 是很大的激勵作用 同樣的道理 我估計巴西很有可能 也會參與中國的C919 他們的這種生產供應鏈的 這種合作在裡面 比較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德國的這個外長 我們剛剛已經前面強調了 這位反華反中的這位大將 那他在前段時間 跟秦剛的深入的會談之後 看起來態度有所緩和 那如果他這一次 到中國大陸的三天的訪問 因為他追的 就要到日本去了 參加這個G7的外長會議 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 在這個部分 他的外交安排是很細膩的 法國總統過去了 戰略自主 所以法國的外交部部長 到了這個G7 那就不會支持日本 站在美國這邊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一定是基於國際法的國際秩序了 一旦基於國際法的國際秩序 那美國的國際規則就無效了 因為單邊的制裁就不被支持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看德國會不會站在法國這邊 如果又有一個德國也站在法國這邊的話 那美國的支持者就變小了 那反對者就變大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細膩的外交工作的安排 澳洲 安古的撒旋族 還是要再看看 所以澳洲 再觀察是嗎 一定要再觀察 因為他們翻來覆去 人沒有問題 政府有問題 他們的政府的政治傳統 從維多利亞女王開始 就繼承了一套說一套做一套的政治傳統 這種政治傳統是跟安古的撒旋族的政府打交道的國家 都要特別的掉以輕心 都要特別的謹慎 不能隨便掉以輕心 對 因為這個很嚴重 因為他們擅長說一套做一套 他們擅長欺騙你 因此常常翻來覆去 我們台灣吃了很多牌頭 那我覺得澳大利亞你看 他一直期待能夠接到中國的邀請 可是你看中國大陸真的是很謹慎 跟安古的撒旋族很接近的就是大和民族 大和民族的這種 一方面千功有礼 二方面又是另外一套 也要特別的小心謹慎 所以跟日本你看 岸田文雄一直想跟中國大陸對談 可是這個對談 他們到時候也不會兌現 美國最有趣了 美國要騙到什麼時候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就是等待 等待你下定決心不再騙了 你願意言行合一 你願意說到做到的時候 我想那這個就有可能再通話 或是再見面了 我想這個 我先談那個魯拉 因為這個從 你看洪杜拉斯 跟中共建交以後 我當時我是講 這個 中國的勢力現在慢慢透過一帶一路 一直往這個美國的院子裡面走了 這個巴西是大國 巴西是大國 那這魯拉去 都帶了一批都是 我看就是基本上是經濟的需求 過去這個COVID-19這幾年 我發現就是說 你看這個數字裡面顯現出來 這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他們這個經濟成長 是最低的 大概0.6平均 那麼世界的話應該是平均 當時是應該是3.1吧 它0.6 0.6它只是比什麼 比東歐 因為是歐戰爭的影響得於零 比東歐國家好 但是拉丁美洲相對的 比其他地區 包括東盟 包括這個中東 甚至一樣 都要糟糕 都要糟糕 所以這些人 像巴西這家美國家 他們都要求助於中國 都要求中國 尤其是最嚴重的是什麼 像巴西它的 我們講這個國際的這個 等於是佔它的 應該講它的債務 佔它的GDP 如果超過了60%的話 就在警戒線 你曉得巴西這些年來 是將近80%幾 就是它的外物 佔它的GDP80%幾 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這裡面又跟美國有關係 因為它對美都來的 跟著美國來 那美金呢 你看美元 年準會一加息以後 對不對 那麼美金就漲了 美金漲了 美金跟巴西之間的貨幣 巴西就大幅地跌落 大幅地跌落 所以這次對巴西來講 當然他就覺得 這個 說了美國影響很大嘛 所以他現在要求助於中國的 這個 一帶一路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以後將來 這個中南美洲國家 包括拉丁美洲國家 這些加勒比海人 將來可能在經濟方面 都要一直都要往這一帶一路去靠 這個對美國來講是影響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再講補充一點點這個 有關馬克宏這個事情 其實馬克宏要走自己的路 也不是馬克宏開始 對不對 過去我想不要講戴高樂了 我想德國我們 一般歐洲都很欽佩的像梅克爾 他也是要走自己的路嘛 是 都要走自己路 那你今天 今天我看我們駐德國大使 那個意思說 哎呀會影響了嗎 印太啊影響地區 現在台灣現在就是希望把台灣問題 國際化嘛 這跟美國的做法一樣嘛 那個拜登他 他也希望能夠拉幫結派來弄 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是這樣的 我們早期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最早他也許他所謂門楼主義 要找孤立所謂的路線 可是他如果被逼 要加入個戰場的話 把第一次世界大戰 你如果沒有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 美國不會參戰的 第二次你沒有珍珠港事業 美國不會參戰的 一參戰完了以後 馬上就是要 開始要搞集體安全 你看96年 台海危機 我記得當時美國有一個教授講 台海危機在發生的時候 不能一個人在幹 當然台海危機 一定要把盟國一定要拉進來 我想他現在的做法 就把台灣問題能夠國際化 我覺得大陸現在的戰略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只要願意跟我持續做生意 跟我合作的 我全部都歡迎 而且我能夠給你奪禮遇就奪禮遇 你要奪高規格就奪高規格 甚至之前跟隨美國的澳洲 現在開始 你看澳洲到現在也沒有很明確的說 他要跟美國脫鉤 沒有他沒這樣講 但他只是說我願意重啟 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中國大陸馬上就給出善意回應 所以現在就是 我講的比較難題一點 就是雙方互相在翹牆角 看誰翹得比較厲害 但是中國大陸這邊的優勢就是 你跟他合作 他會有生意給你做 但美國這邊的缺點就是 你跟他合作 你只有負責去幫他擋別人 你賺不到錢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在這個地方 那更好笑的就是 美國號召他全部的盟友去圍堵中國大陸 你們都不要跟他做生意 然後他自己拼命講 不管聯盟多也好 布林肯遠也講 我要跟你中國大陸做生意 你要幫我 你中國大陸幫我 結果你自己在前面當領頭人 結果你自己先破功 那請問一下到底算什麼 如果美國有種的話 再來講你這麼討厭中國大陸 你不是要封鎖他 你應該說 我談都不要跟中國大陸談 你應該要這樣講 我管他 美國人從來沒打算要靠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做什麼都不管我 我們美國世界第一強 你應該要這樣說 怎麼天天在要求要跟習近平見面 天天要求中國大陸要合作 你到底在幹嘛 不是美國的霸主地位 世界無法動搖嗎 所以我覺得根本說一套做一套 難怪美國的盟友一個人都跑 為什麼 因為你跟民進黨一模一樣 你們能做我不能做 我做你就被你罵半死 然後你們做你們就是好棒棒 那誰信你這一套 兩位領導人出訪 我們要看格局 習近平出訪到了俄羅斯 中俄的關係又上了一個台階 所以中國大陸從大西北 一直連結到歐洲大陸 這一塊的版圖 基本上在安全上方面沒有問題了 不但安全上面沒有問題 來獲得石油安全 能源安全的巨大的一個保障 甚至人民幣的國際化 也往前退一步 到了海灣國家 到沙特阿拉伯去進行訪問 那中國大陸跟海灣國家六國 中東的這些國家能源的合作 到地緣政治裡面的核心區的合作 就建立起來了 我們也看到這些國家 他們非但不但促成了 這個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大和解 而且也連帶的是埃及跟土耳其的和解 現在敘利亞跟沙特的和解 還有葉門的反抗組織 福塞組織 都已經到了沙特那邊去 開始進入和談 所以這樣的一個外溢效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巨大的 而且也成功的使沙特阿拉伯 他們願意說我們的石油的貨幣 不會只使用美元 願意開放更多的不同的貨幣 又給人民幣那麼增加更多的一個空間 中亞五國其實是不簡單的事 因為中亞五國我們都知道 過去它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那現在俄羅斯由於跟中國大陸 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 使習近平到中亞五國這個地方 能夠搭建起一個平台 你看中吉務鐵路已經開始動工了 而今年中亞五國的領導人 都要到北京來用五加一的峰會 就要建構起來 又有一個新的論壇 一個新的平台就形成了 所以中國大陸已經從亞洲 連結到歐洲到中亞到中東 這整個板塊都建構起來 也就是說習近平的出訪裡面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整個全球的地緣戰略的這樣的一個 還有地緣政治的佈局 而拜登只是去尋根 其實拜登可以在退休以後 或是卸任之後仿照馬英九去尋根 馬英九也到湖南去尋根 河南湖南 馬英九也到湖南去尋根 多好的一個動作 我們也都應該要回家去尋根 台灣有多少人都是從大陸這邊來的 也應該我們都應該要回去尋根 那我覺得拜登不用在現任的時候 跑回去尋根 你就到北阿朗這邊看看 這個太小了 格局太小了 你應該要想一想 你怎麼樣能夠做大 你的整個地緣政治的板塊 可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拜登在這個部分 可能利有未來 我覺得那個元首外交 應該是中共最重視的元首外交 當然在2020年以後 大概習行有24個月 24個也沒有出去 那麼大家外界就在拆了 又是不是權力有問題了 其實主要是因為COVID-19 還有當然要準備二十大 對不對 那麼等到開完以後 它開始就密集的出訪 密集出訪 所以中共它是非常非常強調元首外交 它也耐操 中共的領導人我覺得蠻爛操的 你看那個王毅 每年外交部部長一換人 第一個就跑非洲 蠻遠的 相反的你看美國 其實它的這個 美國的元首外訪 你看很長段時間 東盟都抱怨 他們高峰會 美國根本沒有去 包括從川普也好 從拜登也好都沒有去 那麼對於這個拉丁美洲國家 那雖然他們認為視為理所當然 拉丁美洲的國家忠誠 視為理所當然 也不是那麼在意 那中國它是 所以你看到今天為止 那麼除了西方國家之外 你看看拉丁美洲也好 非洲也好 現在到了中東 其實中國它這個 這個已經很長一段歷史了 所謂亞非拉第三世界 所以你現在要來比元首外交的話 我看 像美國當然要及死之追了 美國要及死之追 但是我覺得它的重點還是 擺在已開發國家那邊 那美國今天 我看好像又想到非洲去 那麼我覺得都已經 太遲了 太遲了 因為它的一帶一路 中國它一帶一路配合了它的雙邊 多邊外交舞台 還有它整個這個雙邊多邊 再加上國際組織 它把它已經連串起來了 所以現在美國現在有點擔心 就認為中共它要挑戰這個國際秩序 其實習近平一直在強調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他一直講 它不是要挑戰國際秩序 而不是要在你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下 按照你的這個規則來做 所以它是想到這一點 而且它現在整個國力崛起 它應該有它相應的發言權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對美國來講 它是天下第一人 你說你說你不當 不爭奪天下第一人 可是你在旁邊你永遠在那壯大 它當然就會那個會不爽 所以我覺得中美之間這個戰略競賽 它慢慢會往一步一步的 我實際上國際上會往兩個陣營裡面去走 所以他們現在有冷戰2.0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回到剛才 很多國家它不願意選邊站 真的不願意選邊站 那麼它認為你這個選邊站的話 你可能就被另一方面拿了做 對抗另一方面的席子 那台灣現在是比較沒有辦法了 因為你跟大陸方面一點交往沒有 剛才越新也講一點交往沒有 你被迫你要選邊站 你被迫選邊站的話 你就把你希望就寄託在別人身上了 其實台灣的問題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是不是將來能不能夠 要跟大陸維持某種程度的對話的關係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了 其實說真的 美國監聽其他國一點都不是新聞 美國而且它一直都在監聽 我給你保證它台灣一定也有監聽 因為美國所有的盟友都被它監聽 所以韓國被監聽一點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尹錫悦不敢認 沒有沒有沒有沒這種事 美國自己都等於承認有這件事了 結果你韓國跟還有烏克蘭說 沒這回事 我們沒有被監聽 假的 不是我講實在話 今天在野黨他們 韓國在野黨當然提出來說 都是你搬出清華台 你怕死啊 所以你才會被監聽 對 他搬出清華台可能更容易被監聽 沒錯 可是你以為在清華台就不會被監聽 一樣會被監聽 我說真的不管美國監聽的手段厲害了很 當年普正熙 我講實在話 你真的認為金載歸是胡說八道說 他背後是美國書亂講的嗎 那是真的 你要去動普正熙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保護 沒有美國人的首肯的話 你去動普正熙 那你自己還不一樣死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活路 但出事了也還是死 那他只是沒想到 美國會把他當太最羔羊而已 那實際上美國在 全世界各國搞這種內部政變 弄掉領導人一大堆到處都是 幾乎他好幾個盟友都被他這樣弄掉 所以我覺得 相信美國人才是傻子 但是我覺得 影學院落入一個很悲哀的境界就是什麼 就是他居然連承認都不敢承認 連調查都不敢調查 連抗議都不敢抗議 那我請教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自己的總統是這樣的話 你還期待說我的三星 我的其他這些企業 遭遇到美國壓力的時候 你能夠幫我講什麼話 扛得住 你扛不住的嘛 為什麼 因為連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都不敢吭聲了 那同樣的 你如果把他換到台灣的角度來的話 為什麼這些 這次洩密的文件裡頭 人家沒有把台灣列進去 我跟大家講 不是台灣沒有被監聽 而是什麼你知道 而是 我覺得洩密的那個人 認為無所謂了 不重要 不重要 因為反正我們台灣 就讓他不監聽 我們自己也會告訴他 所以沒有差 沒有什麼秘密可以 他只要把蔡英文叫來問一下 我們就1510全部跟他講了 不就這樣忘記了嗎 那個美國政府跟我們台積電要資料 我們的經濟部長說趕快送給他 不要太慢了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他 他何必還要用什麼機 我想這個 你現在擋菲律賓是嗎 從我們台灣現在最危險的說是 進航區即將會被進航開始 我想這是進航區 我想這個舉動 當時他講說是這個衛星 其實去年佩洛西事件的時候就有 就有這個 那麼比較短期了 範圍也比較小 這是看起來好像是範圍比較大 它會影響到我們這個 不但是東北亞東南亞 甚至到歐洲 日韓等等 那當然這個問題比較嚴重 那現在我是不曉得這個情況 他們現在是說 訊息還在釐清當中 還在當中 那麼軍方這樣好像 我們軍方也證實的是 衛星可能跟這個有關 我想在這次這個 麥卡錫這個事情以後 好像外界的反應 覺得好像大陸上 好像沒有做了 把這個事情擴大 也不覺得痛 那他接下來的這幾個動作 包括我看 今天好像要是從12號開始吧 應該今天12號開始吧 對於這個所謂貿易 兩千多項產品 那麼台灣說的大陸的 包括這個礦業 農業 畜牧業等等 有哪些採取這個貿易堡壘 所以大陸要從今天開始要開始查 兩千多項 這個影響就非常大 所以我是覺得他現在從這個 因為覺得台灣方面 感覺上這個麥卡錫的事件都認為是 好像中美刻意要把這個問題 經過事先的協商以後要把這個問題 嚴重下降溫 可是大陸現在看起來的話 他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那我當初我本來預測 在明年選前 應該不會那麼急了 已經自動 要等到這個台灣選舉跟美國選舉之後 可是現在看起來 他現在是一步一步的逼 尤其是商業貿易這方面 我剛剛跟一些朋友 媒體朋友他們在談 他們就很擔心 可能就在選舉之前要逼的 參議院政府就要去談 因為有些這個企業 他能不能夠撐過這個東西 這都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非軍事的這種施壓 是比較可怕的 尤其在經濟這方面 那我就談到這一點 老實講這個消息 因為一開始路透社講的 所以我是覺得很奇怪 如果單純只是在那邊設衛星的話 他需要進行三天嗎 設衛星其實才幾分鐘的事情 我講實在話 他有必要那麼久的時間嗎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的外交 交通部說他去抗議 抗議了之後又變了27分鐘 如果老公一開始 真的是決定要三天的話 你覺得隨便抗議一下 他就變了27分鐘 我們管道這麼暢通 對啊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那以後就是 路委會直接廢掉 就叫交通部來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直接以後所有的 路委會所有的業務 轉給交通部不是更好 而且抗議馬上有效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消息中間 有太多 就是不是很確定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要再研究 但是問題是 解放軍要在那邊實驗 試射衛星恐怕是一件真的事情 那問題是那只是試射衛星嗎 我個人認為不是 那應該是類似美國的 標準三型的反彈道飛彈 也就是彈道飛彈打過來的時候 它在海上可以直接發射飛彈去攔截它 去防潮 我覺得他們是在做這一方面的測試 不然的話 它要射衛星 它在陸地上大可以射 它為什麼一定要跑到船艦上來射 因為實際上你在船艦上射的話 去實驗這一方面的東西 其實更重要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些消息因為不是非常非常清晰 所以很多還有待觀察 大家也不要一下就相信哪一方面的說法 那但是可以 我們可以預見的就是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動作還是沒有停止 因為包括他們說演習結束之後 還是有八艘軍艦繞了台海附近在轉 那現在還有許舟艦還在花蓮外海 還在巡邏 所以以後這些都會變成常態性 那變成常態性之後 我們的反制的手段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應對這樣一個局面 我們有沒有相關的預算 能力物力去面對 這是我到現在 從去年到現在 我一直沒有聽到 國防部跟蔡英文政府給我任何一個回答 所以這是我最憂心的一個地方 那謝志偉講的那個東西 根本就是廢話 我講一句實在話 他認為中國大陸拿下台灣之後 就威脅到人家的航路了幹嘛 他威脅到航路 現在南海幾乎就要他在掌握了 他就直接可以威脅到你航路 他威脅你需要拿下台灣才能威脅 所以基本上這個邏輯就不通 那可是問題來了 馬克宏的事情 我說真的 我覺得他講的根本沒錯 因為他講的實際上的意思是說 加速台海的危機對歐盟到底有什麼好處 那這確實是個沒好處的事情 可是你就看到很多的西方的媒體 甚至台灣的一些媒體 故意把它虛解 好像就是說馬克宏就是要把台灣送給中國大陸 人家講的根本不是這件事 人家講的就是說 他不希望台海產生衝突 反而激化了這裡的危險跟風險 他的目的是這樣 因為他說我們歐盟為什麼要去介入台海之間的事情 應該要緩和台海之間的危機 然後重點是要先解決俄烏戰爭的問題 選一下他這個順序到底錯在哪裡 所以今天很多人就開始去攻擊這個法國的駐美大使 我覺得人家講的根本就沒有講錯什麼 人家講的完全是對 是你美國不願意讓戰爭停止 才會搞到今天這個樣子 結果講的一副好像是 那些想要消滅戰爭的人的錯 我覺得這完全不可理解 那特拉斯根本就不用去談 人家馬克宏至少還是總理 你現在特拉斯已經在一件下海了 你還有什麼好講的呢 那至於說中國大陸跟法國有沒有默契 我認為當然有 當然有 這個也沒什麼好講 而且你以為中國大陸跟法國的默契 現在才開始嗎 你忘了我們的拉法業縣 當時他要賣給我們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參數都給老公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為了拉法業縣的東西 我們跟法國打了很多年的關係 忘記這件事了嗎 所以他們之間本來就有聯繫啊 所以我覺得 還會幻想說我們的幻象可以升級 你們到底腦袋在裝什麼 幻象他現在給我們零件已經超級貴 而且我們軍方早就已經在評估 幻象再升級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那個是一個非常老舊的飛機 然後維修的還有保養的費用都實在是太昂貴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越來越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去擔憂說幻象能不能升級 我覺得真的是想太多了 你不如直接擔憂 美國爸爸又不要賣給我們F35好了 那 美飛這個演習我就最簡單講一個 美飛演習其實哪是美飛演習 根本就是美軍在演習啊 菲律賓有什麼東西 把港口借給他們 尤其是海上的事情他在演習什麼啦 他連船都沒有要演習什麼 精準打擊目標跟菲律賓什麼事 菲律賓的附和戰在旁邊看 美國人在操作 就是這樣 所以你對這些菲律賓的這些不贊同的團體來講 他們的顧慮是對的啊 因為菲律賓為什麼要介入台海之間的問題 現在你美國在那邊增設了這麼多基地 萬一戰爭發生的時候 牽涉到菲律賓 對菲律賓的好處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美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把所有不相干的東西全部牽扯進來 甚至讓我們台灣一直推到最前線 我覺得這才是美國自己要去檢討的地方 不會啦 你這樣就平息了 我跟各位很負責任的保證 馬克宏講了歐洲還有歐盟 他們絕大部分的政治領袖的內部的心聲 那目前來講是美國對於馬克宏發動的認知作戰 美國拉攏的就是像英國的 失憶的政客特拉斯 還有拉攏的東歐一些捷克 還有波蘭等一些議員 我再強調是議員 不是他們的政府的首腦 那您會看到現在連德國的外交部部長 這位反中的大將 外交部部長馬上就要到中國大陸來訪問了 13號就過去了 歐盟的外長也馬上要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您會看到歐盟的外長也好 或者是德國的外長也好 他們並沒有站出來批評馬克宏 你也看到了米歇爾他事實上是支持呼應馬克宏的論點 大家也看到了 像匈牙利也站出來支持馬克宏的論點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是美國發動的認知作戰 所以台灣的這些綠營的媒體 故意把它移目 就是把它擴張 擴張解釋 然後移花接木的方式 把它混在一起 馬克宏在荷蘭的演說 他遭到的抗議不是抗議台灣的問題 他遭到的抗議是抗議他的年金改革 拜託不要移花接木到這個程度了 那因此甚至我們有駐法的一些人 駐歐的一些人講的一些話 那一些沒有政治的權利 他們都是找了一些議員 其實影響力都不大 然後把人頭數湊一湊就在那邊糊弄 但是我敢很負責任的說 因為馬克宏講了歐盟 歐洲的大國的政治領袖 他們內心的話 因為確實是歐盟想要跟 其實並不是跟台灣議題脫鉤 是跟台獨脫鉤 幫個忙 不要搞錯了 是跟台獨脫鉤 為什麼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2008年到2016年有台灣議題嗎 沒有台獨 有九二共識 請問那個時候兩岸好到不行 整個區域安全和平又穩定 然後兩岸的人民來來往往 生意做的熱鬧的非凡 然後老師學生觀光客旅客 台灣的人賺錢賺的荷包滿滿的 請問有台灣議題嗎 沒有 美國那時要搞台獨搞台灣議題搞不起來 所以不是台灣議題 是台獨議題 我想觀眾朋友要弄清楚 不是台灣議題是台獨議題 法國現在不跟美國走操作台獨議題了 所以是法國要跟台獨議題脫鉤 再強調 法國是要跟台獨議題脫鉤 歐盟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想要跟台獨議題脫鉤 不要一花接木 不要混在一起 台獨不是台灣 台灣不是台獨 幫個忙 分得清清楚楚 好 菲律賓的监聘监 剛剛韩冰講的沒錯話 是美國在演啊 不是菲律賓啊 菲律賓有什麼可以演 美國演完了以後 戰略武器彈藥全部都帶走 留給菲律賓的是什麼 留給菲律賓的 因為總共是一萬七千人嘛 美國派了一萬二 而地主國菲律賓就五千多人 您不覺得這個很可笑嗎 而且用的武器裝備全部都是美式的 然後用完了以後 美國人又全部帶走了以後 所以您看到杜特利 杜特爾特 杜特利站起來反對了 他說這演技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好 你也看到了 小馬克斯的姐姐也站出來了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當地的兩個州的州長 全部都站出來 民眾當然更站出來 因為大家在問 那給我們帶來什麼 美軍駐守在菲律賓 只會帶來色情 還會帶來什麼呢 色情行業蓬勃發展 然後呢 還有其他地方可以 可以賺大錢嗎 沒有辦法賺大錢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啊 其實很多菲律賓人心知肚明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呃台灣啊 尤其是民進黨的 您不代表台灣 台獨不是台灣 台灣不是台獨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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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